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对母女越来越飞扬跋扈 竟然逼迫太平兵变 而之后太平却被告谋反 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有何隐情 太平又是如何化险为夷的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唐忠忠突然暴离 留下的权力真空几乎改变大唐的政治歌曲 这一次太平和大唐又能不能度过危机呢 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太平公主不太平 第六集 皇兄暴毙 她是女皇武则天最宠爱的女儿 也是政治婚姻的棋子 她扶持两个哥哥登上皇位 也饱受了骨肉香残的煎熬 她主导多次政变 最后却输给侄子李隆基 丢了性命 一个公主为何能干预朝政十多年 她卖官敛财 培持自己的势力 大唐制度和律法为何拿她束手不策 太平公主的人生为大唐及后世的皇权政治又留下了怎样的影响 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为您讲述 太平公主不太平的一生 请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李显复位之后给了妹妹镇国太平公主的称号 对于这个唯一的妹妹呢 她是格外的恩宠与尊重 李显呢 还特意下诏 免于呢 太平公主对皇太子李重俊 常宁公主等人行礼 有人说了呀 太平也是公主啊 其实呢 这时候啊 太平的确切称号应该是太平长公主 皇帝的姐妹称为长公主 皇帝的女儿那才是真正的公主 在地位上呢 长公主是赐予公主的 尽管是长公主 但在整个中东时代 伟后与安乐公主乱权 违惧太平公主多谋善断 也就是说呀 伟后与安乐公主啊 谁都不怕 唯独忌讳会太平公主一个人 恐怕他们计讳的不仅仅是太平公主的多谋善断 应该呢 也计计会太平公主在朝中的势力 那么性格软弱的长忠忠啊 她在上台之后 又是如何纵容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胡来呢 当时啊 宰相桓言范曾经向中东提意见 说呀 臣发现陛下每次临朝 皇后呢 总是坐在违仗后面 参与并且干预对军国大事的处理 臣啊 观察历朝帝王 还没有哪个皇帝与夫人共同执政 而不导致国魄身亡呢 再说了 因凌驾于羊之煞 这是违背自然法则的呀 希望陛下吸取古今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 敦促皇后安分守己 一心一意的致力于子女的教育 不要再干预国家政事 宰相的这番话说明啊 当时的伟皇后 延然是以垂帘听政的方式来干涉朝政的 前面呢 有婆婆武则天的例子 伟皇后的政治野心 不能不让大臣们反感与警惕 太平公主的这位嫂子啊 拥有这么大的权力 作为小姑的太平呢 也不好说什么 毕竟啊 天下是李家的 人家伟后呢 是当今名正言顺的皇后 母仪天下也在情理之中啊 当然 最恋太平不放心的 还有一个人 谁呢 就是同样对权力热衷的侄女 安乐公主 安乐公主由唐朝第一美人之称 出生时啊 正好是李显被武则天 贬于庐陵的途中 因为当时呢 情况非常的紧迫 李显呢 就匆忙之中解下衣服 作为强宝 将她裹了起来 所以啊 安乐公主 取名就叫李果儿 也许啊 是因为流亡的经历 李显与伟师呢 觉得对孩子啊 亏欠太多 因此呢 她对女儿都十分宠爱 安乐公主 从小就养成了 骄傲任性 蛮横霸道的脾气 安乐公主在父亲当皇帝期间啊 那是大肆开府之官 干预朝政 卖官欲绝 在相依下的官员呢 大多是出自安乐公主手下 安乐公主对父亲撒娇的方式啊 也比较特别 她呢 曾经自作诏书 蒙住前面的内容 让父亲在上面签字 李显呢 这时候啊 也显示出慈父的一面 不急也不怒 笑着答应了她的非分要求 安乐公主对于权力的欲望啊 是丝毫不属于母亲的 在母亲的授意之下 安乐公主啊 曾经向中宗提出了一个请求 这个请求可是史无前例的 是什么呢 是想让父亲啊 封自己为皇太女 古往今来有皇太子的称呼 也有皇太孙的称呼 但还从来没有皇太女这个说法 唐忠宗想来想去也不敢答应 但是呢 他也没有谴责女儿这种 异想天开的想法 唐忠宗李显的母亲武则天 当年就是与唐高宗一起上朝 最后大唐被周取而待之 前车之鉴历历在目 如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已经强烈的表达出了 对权力的渴望 而李显不但不加以制止 反而却毫不介意 是李显的性格使然 还是背后另有隐情 面对如此出位的皇后和女儿 中宗李显呢 难道一点都不顾及大臣的意见 和自己的面子吗 说实在的 他还真没有把这当回事 宫中啊 早有武三司跟伟皇后 私通的流言蜚语 也流传着中宗怕老婆的歌谣 但是呢 唐忠宗对此的态度是不管不顾 直弱亡闻 这又是为什么呀 我想这一切啊 都跟中宗不堪回首的 那一段往事有关 李显第一次做太子时啊 韦氏呢 因为姿色美艳 被立为太子妃 在四圣元年 也就是六八四年 李显呢 登基 韦氏被立为皇后 可是啊 两个月之后啊 李显就被武则天罢黜 被贬为庐陵王 韦氏呢 一直跟随着丈夫 流放到了房州 在经历了漫长的十四年之后 六九八年 也就是胜利元年 武则天呢 又将李显 召还东都洛阳 第二年 李显被立为太子 可以说呀 韦氏这个女人不简单 她在跟随丈夫流放的岁月中啊 实际上是看不到光明的未来的 但她一直是不离不弃 用现在的话说啊 就是你若不离不弃 我必生死相依 命运确实没有辜负 韦氏的等待与坚忍 在神龙元年 也就是七零五年 凤阁侍郎张建枝等五人呢 发动了宫廷政变 逼迫武则天善让 韦氏的丈夫李显成功复辟 颇具传奇色彩的第二次登上了皇位 这样一来呀 韦氏也重新登上了阔别二十一年之久的皇后宝座 韦氏的命运与李显是共祈福的 正是因为啊 这长达十四年的流放经历 使得他们的夫妻感情特别的好 太平公主对自己的这位嫂子啊 应该是有感情的 可能呢 从内心里啊 也同情嫂子的经历 太平公主在最初应该是融入 以三哥李显为首的权力群体的 这时期啊 在嫂子和安乐公主的问题上啊 双方应该是相安无事的 但是啊 既然存在着利益的诉求 就不可避免的产生矛盾 宫廷内部的是是非非 又会导致怎样的流血牺牲呢 在接下来的日子中 太平能够保得住自己的太平吗 这还得从太子的危机说起 太平公主与为侍母女相安无事的局面 很快被打破 并非为后亲生的太子李重俊 备受安乐公主等人的欺凌 意识到自己难以继承大统的太子 贸然发动兵变 最终落了个兵败身死的结局 而太平公主却被扯进了这起谋法案 那么太平能否安然度过这场危机呢 幕后操纵这一切的为侍母女 为何要对太平下次狠手呢 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太平公主不太平 第六题 皇兄 保庇 李显登基之后的第二年 也就是706年的7月 李重俊被立为皇太子 成为中宗皇位的合法继承人 伟后呢 认为太子李重俊呢 不是自己亲生的 所以呢 他非常讨厌他 伟氏也是没有办法呀 他自己唯一的儿子李重润 已经在六年前被武则天杀死 帮助女儿请求皇太女的努力呢 又打了水漂 所以啊 他特别记恨太子李重俊 而这个李重俊呢 虽然是贵为太子 但他是庶出的 母亲呢 是地位不高的宫女 我们常说啊 身份决定地位 那么太子本身呢 他也活得很憋屈 武则天的侄子武三司啊 作为掌权一派 不喜欢李重俊 所以说啊 此时的太子几乎是没有可以倚靠的势力 在权力场中 太子是孤立无援的 而安乐公主跟他的驸马武重训 更是经常欺负侮辱太子 甚至有时候称太子什么呀 为奴才 武重训呢 还说是安乐公主向唐忠宗建议废掉太子 从这些情况来判断的话 太子他根本就没有形成自己的势力集团 而伟后安乐公主五三司父子 结成的政治实体权力实在是太大了 这呢 就严重的威胁了李重俊 作为皇太子的地位 作为一国之君的中宗啊 他习惯了做老好人 对伟后呢 极为放纵 对安乐公主呢 极其宠爱 因此啊 中宗对于皇太子李重俊 根本就起不到保护作用 在这些危险和压力之下呀 李重俊呢 感到自己的皇位继承权 可能会受到挑战 自己皇太子的身份呢 很可能会被这些人给废掉 太子心中啊 激愤已久 根本就无法平静 李重俊就想啊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主动出击 在这种压抑 而且郁闷的气氛之中 太子就做了一件不冷静的事情 而这件事情呢 最终也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707年7月 李重俊呢 率领佐宇林大将军李多作等人 发动了宫廷政变 将韦氏的亲信 武三司 武重俊 这爷俩呢 都杀死在了家中 但是啊 兵变是以失败而告终的 李重俊呢 逃到了鄂县 在休息时呢 被杜下杀害 李重俊的脑袋呀 被陷于朝廷 又陷于太庙 以此呢 来祭奠武三司 武重俊的灵救 从太子起兵 我们可以看出啊 中宗皇帝 对于权力的掌控实在是太差了 几乎做不到对形势啊 有所预判 更糟糕的是 太子兵变这事啊 居然把太平也扯了进来 安乐公主和兵部尚书宗楚克 竟然诬告 太平公主和相王李旦 与太子同谋 并且把这事呢 告到了中宗那里 这谋反罪可是要掉脑袋呀 安乐公主这招 可是够狠的呀 他为什么要对太平下手呢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中 太平能够自保吗 韦氏和安乐 为什么要对太平宣战呢 实际上啊 他们是想扫除 权力争夺中的障碍 这两脸啊 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必须要除掉太平啊 如果与太子同谋 这事被定调的话 我想啊 所有关于太平的故事 到现在就讲来而止了 这时候呢 太平啊 多亏了一位正义之士 萧志忠 萧志忠呢 是山东士族 以刚正不阿文明 当时是担任御史忠成 萧志忠对这个事 看得非常明白 因此啊 他对皇帝李显 流泪尽见哪 陛下富有四海 难道不能够容忍 一弟一妹吗 怎么忍心让人 罗之罪名 加以陷害呢 宗宗最后听从了 萧志忠的建议 最终呢 太平啊 与四哥李旦 得以幸免 但是啊 太平公主 与安乐公主的敌对啊 已经非常明显的公开化了 太平在朝中 也是有自己的势力的 他怎么能够 咽下这口气呢 于是啊 他们各自拉帮接派 彼此之间互相诽谤 缠线 唐宗宗啊 对此是十分头疼的 就在太平公主啊 跟韦氏母女的敌对 日趋激烈的时候 却发生了一场 令太平始料不及 又震惊万分的巨变 这次政变呢 再次改变了 大唐王朝的政治格局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她是女皇武则天 最宠爱的女儿 也是政治婚姻的棋子 她扶持两个哥哥 登上皇位 也饱受了骨肉香残的煎熬 她主导多次政变 最后却输给侄子李隆基 丢了性命 一个公主 为何能干预朝政十多年 她卖官敛财 培持自己的势力 大唐制度和律法 为何拿她束手不策 太平公主的人生 为大唐及后世的皇权政治 又留下了怎样的影响 中央民族大学蒋爱花 为您讲述 太平公主 不太平的一生 敬请关注 公元710年6月 唐中宗李贤在吃了工人送来的食物之后 暴力身亡 难道是这些食物有毒吗 又是谁当敢给皇帝下毒呢 史料记载 唐中宗死于唯皇后和安乐公主之手 一个是自己的妻子 一个是自己的女儿 李贤估计做梦也想不到 他们竟然会对自己下手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起人间惨剧 李贤突然驾崩之后 皇权眼看就要落入为师之手 大唐再次陷入危机 作为两朝元老的太平公主 又是如何力挽狂澜的呢 中央民族大学蒋爱华继续为您解读 系列节目 太平公主不太平 第六集 皇兄暴毙 一个月前呢 一位叫做燕亲戎的地方官员上出中宗 谴责呢 为皇后干于朝政 奸引乱性 同时呢 还谴责安乐公主 与他再嫁的驸马五颜秀 等人呢 是图谋射击 中宗一听 这影响政权安全啊 所以呢 他就下诏 让燕亲戎来宫中说事 伟皇后啊 通过小道消息 知道了这个事情 就派卫士呢 早早的将燕亲戎处死 中宗知道之后啊 非常的不高兴 其实呢 伟皇后啊是怕事情败露 毕竟呢 他偷情在心 不仅仅跟五三司有绯闻传出 还遇散记常侍马秦克 光禄绍青杨军 都有啊偷情的事情传出来 虽然呢 告状的燕亲戎被自己派人杀了 死无对证 可是中宗要彻查怎么办呢 六月的一天 中宗呢 正在神龙殿翻阅奏章 这时候啊 身边的太监端栏了一盘 他最爱吃的蒸饼 他那就顺手取了一块 嗯 口感还真不错 可是啊 一块蒸饼还没吃完 中宗就腹痛难忍 额头上啊 低下痘大的汗珠子 他连忙呼救 剧烈的疼痛 让他倒在地上 不停的打滚 身边的太监和宫女 被这阵势吓住了呀 就急忙去喊御医 可是呢 御医来了之后啊 中宗皇帝早已经躺在地上 没有了气息 对于中宗之死 旧唐叔的评价 还是比较贴切的 竟以元首之尊 不免齐梅之祸 意思是说呀 虽然中宗贵为久武之尊 但是遭到了齐梅之祸 齐梅呢 就是举案齐梅 带着妻子的陷害 根据两堂书和资质通鉴的记载 唐中宗李显呢 是被人毒死的 现在呢 也有学者质疑 中宗不是被毒死的 可能是死于李氏家族的 遗传性疾病 心脑血管疾病 那么哪种结论 更为可信呢 如果从伟后和安乐公主 在死后被贬为悖逆庶人 后来又以李改葬来看呢 似乎伟皇后 和安乐公主呢 被认为没有毒死中宗李显 而制造中宗呢 被毒死的谎言 是出于胜利者宣传的必要 那么我个人认为呀 这些呢 都是推测 在正史记载 言之凿凿的三重证据之下 尽管猜测的东西 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还是不要轻易的否定 正史的记载 毕竟呢 当时已经形成了官方修史的传统 任何的原始材料啊 都要经过专业部门 也就是修史馆的直接承送 以大家熟知的玄武门兵变来说 尽管呢 历史是胜利者编撰的 但胜利者啊 仅仅是将兵变的过程 进行了简化 弱化了某些关键人物的表现 而并没有颠倒黑白 而且北宋时期的司马光 是素以严谨著称的 他在主持编段资质通鉴时啊 对于史料的筛选 那是非常非常的惊细的 甚至呢 还因此编成了资质通鉴考译 所以啊 在可信度方面 从史原学的角度 我还是倾向于传统文献的记载 唐中宗是被毒死的 景云元年 也就是710年 伟皇后和安乐公主 和谋堵死了唐中宗 唐王朝的政治局势啊 突然发生改变 而三哥的豹王啊 对于太平来说 是晴天霹雳 大唐皇帝突然死亡 又没有留下遗诏 皇位空旋 极有可能发生打乱 在这危机时刻 太平究竟该怎么办 唐中宗李显在世之时 唯后就要置他于死地 在现在这样的非常时期 唯后很有可能乘虚而入 宣发之人 太平能不能沉着应对呢 而此时 唯后在毒死丈夫之后 到底有没有下一步的计划呢 对于忠宗死后怎么办 唯后心里他并没有仔细地筹划 特别是想到朝中大臣呢 可能出现的议论猜测和指责 他就更加的不安 于是呢 唯皇后对忠宗之死密不发散 先把自己的亲信招入宫中 商议安身之策 随后呢 韦皇后将台阁与内外兵马使 以及中央禁军等重要部门的权力 全都安排给了自己人 朝政大权呢 近落尾世之手 看到黄泉马山就要被嫂子尾世 搜罗干净了 作为两朝元老的太平公主 该怎么办呢 在礼堂皇室又一次面临巨大危机面前 几经风雨的太平 又该怎样运筹帷幄呢 尽管啊 站在政治舞台最中央的 并不是太平公主 但是太平以他的政治经验来判断 绝不能坐以待毙 他深深的知道啊 如果不主动掌握朝政的话 也许天下就再也不是李家的了 因此呢 太平公主积极参与 并草泥了中宗遗诏 以安定局势 根据自治通鉴记载 太平公主与上官昭荣 谋草一致 离温王重冒为皇太子 皇后之政事 相王淡参谋政事 中宗死后 太平公主与上官昭荣 起草了一份遗诏 立李重冒为皇太子 委后呢 为皇太后摄政 李淡福政 那么上官昭荣怎么有资格 起草中宗的遗诏呢 这时啊 他又怎么和太平站在一起呢 武则天统治时期啊 上官昭荣是山德女皇的信任 武则天死后啊 唐忠忠李显 将上官昭荣迎回宫中 封为昭荣 仍然掌管赵书之类的事宜 昭荣的地位很高啊 是二品的皇妃 仅次于皇后一人和妃子三人 位列九品之中的第二等 上官昭荣啊 从小命苦 没有可以倚靠的家族势力 在武则天死后 他就失宠了 必须重新寻找 可以倚靠的山头 先前呢 他是倚靠伟皇后与安乐公主 但是呢 看到这俩人胡作非为 他转向了太平公主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 太平与上官昭荣所匿定的诏书 首先呢 是将李重茂立为皇太子 李重茂呢 是唐忠宗李显的第四个儿子 生母不祥 应该是身份地位较低的工人 这时候啊 他才16岁 立李重茂为皇帝 然后由李诞扶政 伟后为皇太后摄政 可以说啊 这份决定是平衡各方势力的结果 试图呢 在伟后和李姓皇族之间 谋求一种平衡 李重茂登上皇位 女皇梦落空的伟氏 他怎么能善罢甘休呢 很快啊 由李诞扶政 伟后为皇太后摄政的平衡局面 就被打破了 随着伟氏的全面掌权 李唐皇室再次面临着生死关头 这次太平又会怎么做呢 他能否再次解决这场危机呢 我们明天接着讲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再见 公元710年 唐忠宗李贤突然死亡 为后独揽大权 关键时刻 太平公主与侄子李隆基联手 发动政变 消灭了为后势力 太平公主由此成为大唐帝国 幕后的主宰 距离最高权力一步之遥 他为何没有像母亲一样登上皇位呢 明天将为您讲述第七集 风头盖过皇